大家好 欢迎收看 《降情投资》 大门数今天为什么可以大涨207点 是不是在电子股的带领之下 往上走高 你自己看一下 盘式的一个架构 今天涨了207点的一个大盘 换算涨幅是1.70% 电子类股指数 大涨2.2% 电子股它是不是主流 最关键性的一天 秦老师在上礼拜三告诉你 要跟我一起全力的做多电子股 有原因的啊 有依据的啊 绝对不是凭感觉 上礼拜三 你看看电子股 来到528创新高 它是领先大盘创新高的 它当然是强势主流啊 所以礼拜三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电子股重压 全力的做多 千万不要保守 讯号已经浮现了 你在保守 真的会来不及啊 所以礼拜四的一个电子股 有没有继续走高 来到532 更加确立强势主流地位 就是在电子股身上 礼拜五跳空大涨 电子股已经来到539了 那电子类股是 所有族群当中 占台股成江比重 最重的一个族群 所以呢 它可用之兵太多了 掌握电子股的轮动轮涨 你会赚更多 什么叫轮动轮涨 大盘这四天 每天都在涨 涨得快500点 你认为 每一档电子股 它的走势会跟大盘同步 那么简单 没那么简单 那是这样 那我们就做指数就好了 就是因为 每一档各国量价筹码形态 所显示出来的买点跟卖点 它是不同时机的 所以呢 做完一档再赚一档 要如果掌握 为什么金老师常常告诉你 不管大部分数在什么位阶 你要掌握住的一个原则是 低进高出 高出人在低阶 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上礼拜 电子股创新高 轮动轮涨的一个架构 让整个盘面活蹦乱跳 太精彩了 今天电子类股拉出中长红 来到551 每天是不是都有赚钱的机会 包括你这两天参加我的新会员 我今天有没有带你买股票 我今天有没有带你买的股票 买完之后亮灯涨停板 行情就在电子股表叹的情况之下 欲小不易 欲小不易 所以上礼拜三太重要了 上礼拜三整个一个大盘 我说本来是整理 为什么我告诉你变成强势整理 导播稍微近一点 强势整理的意思就是说 11771前波高点 它不会是高点吗 懂吗 所以讲完之后 礼拜四排股指数 有没有过11771来到11805 电子股的带领之下 礼拜五大分数 再度的涨104点 买在上礼拜三的关键线时刻 这是一个最佳买点 是不是省时又省力 从上个礼拜三到今天为止 这四天的行情是你过去这一个多月以来最好赚的一个时机财 台股 掌握所谓的高低点的转折 掌握那个绝佳的发动点 那是一个机会财嘛 当机会发生的同时 建老师在礼拜三告诉你全力的做多电子股 跟我中压 跟我中压 是不是四半功倍的一个发动点 就上礼拜三 那整个一个大盘今天又大涨207点 来到12116了 亲爱的同朋友 你还要保守吗 你还要观望吗 那么好赚的一个行情 如果你还在空手 你还在观望 对不起你自己而已 盘该怎么走 秦老师每天跟你解盘的用意 就是要给你一个正确的投资方向跟策略吗 大盘来看 做股票 简单三十个月就贪得钱 连大盘你就看不到 做股票的利利拉玛 要跟你分析大盘的用意就在如此 所以上礼拜三到今天为止 我带进了个股 买一档股票没有赚钱 包括今天 刚介入了MOSV的概念股票 表现怎么样 大中盘中差一点涨停 杰利买完之后亮灯 就是如此的漂亮的行情 所以不要保守 千万不要再观望了 这一档宜特 上礼拜三 从他的一个基本面跟形态量价来分析 可不可以卖 你可以跟我买在上礼拜三的五七块半 这叫发动的买点 买完之后亮灯 第一个灯 礼拜四再度的亮灯 礼拜五又大涨六点三% 三天是二十七% 对 我减码一半 为什么六八点四要减码一半 我不讲过原因了吗 我认为接下来宜特它会震荡整理 整理完之后当然还是会再走高 为了让惠宇的基金得到一个最妥善的应用 先卖一半 卖掉的一半的基金赶快转进一档 刚发动的股票 所以上礼拜五的一个宜特 减码六八点四 减码完之后收盘多少 六六点九 也没有底 那今天宜特最高六九 收盘六七点五 他们在震荡整理 没有错吧 切老师在分析盘式跟个股 非常的客观 准不准你自己去评断 我只说现在的行情 你该怎么动作 对你执行 才会产生一个最大的一个效果 那才是重点 所以呢 宜特卖出的基金 买哪一档 买中砂 我也跟你讲过 不管是宜特中砂 都是普通卫人持股 什么是一档中原载 换一档 全国的普通卫人 你可以跟我对此对家 从上礼拜三的宜特 那个卡位的一个价位 以及上礼拜五 那个宜特减码的一个部位 切老师所需的抠讯 有没有跟你们一模一样 有没有一模一样 这样的一个分析 这样一个解盘 你在其他节目当中 你是很难看到的 对 哪几位分析师 敢把他给会员的抠讯 拿出来电子上 跟他的会员对此对家 你看到有几个 你看到有几个 光是入位门槛最低的普通会员 建老师一样照顾的无为不至啊 尽心尽力啊 对吧 他们资金部位比较少嘛 但是建老师没有亏待他们 我不会因为你们假如飞飞 稍微低一点 我就不照顾你们 那不是我的风格啊 全体会员 尊容特会普惠都是一样的 你们加入我会员行列之后 为什么要分等级 因为你们的一个资金部位不一样嘛 所以我会配给你们不一样的标的 但是照顾你们的心理 大家一视同仁 所以呢 尼特三天27%了嘛 减码啊 减码买中砂 台积电的再生金融供应商 基本面当然不在话下 天亮供给出来了 形态又突破了 可不可以买在64.8 可不可以啊 尼特减码资金转买中砂嘛 买完之后大涨7.5% 今天中砂又涨了快4% 今天中砂配息2.8 现在的行情什么行情 看图说故事 不然是大盘的一个走势 还是电子股的一个架构 这叫喷出段 这叫做主身段行情 教师从来不会画梦 或是信口开合来吸引你的目光 我看到什么现象 我就告诉你这个盘 在走什么样的一个身段 主身段的行情 才会这样喷出去 懂吗 不然是电子股还是大盘 有一些电子股嘛 占台股成交比重最大宗的 它能这样走 它能这样走 你认为是出身段吗 所以主身段的行情 今年度 除全息的个股 只要它未来下半年 一月七 稍微有一点成长的空间 很容易填全息 如果是大幅度成长机有股 一定是完全天起的 你看看这档迅德 半导体设备的 跟伊特 非常类似的一个产业结构 上礼拜四形态突破 可不可以卖 我买在64.2 这时间交易都跟你对过了 保证一定成交 65以下买 买得到吗 当然买得到 那时候都在65以下 是不是 64.2买完之后 有没有亮灯 买在这个位置 我说这个位置 至少有半个钟头以上 都在65以下 你给你看 我不是告诉会员65以下买吗 10.05分 10.05分你加吗 那10.05分到大概11点钟 这个位置是不是在64 是不是都在64附近可以买 买完之后冲上去 有没有现买现功涨停 这样有没有超过5% 礼拜五继续的大涨7% 这样12% 礼拜五的逊德 我都看到这样的清天亮 我给你的结论叫做 还有高点 还有高点 既然还有高点 礼拜五的逊德 是买点还是卖点 量价结构的分析 今天你有没有再度的得到印证 今天逊德大涨5.7% 什么都讲在前面 让你印证在后面 逊德出现新天亮 一亮先价型概念 当然还有高点 今天高点 又帮我们会员多 创造5.7%的利润 逊德今天除全息 配息一块半 今天涨了两块半 马上填息 Bingo 大多头行情 很多张股票 千老师不仅要帮你赚价差 还要帮你赚他的股息 行情就是那么简单 行情就是那么垂手可得 所以既然盘式的一个架构 表现如此的一个亮眼 我希望接下来个股的操作 你千万不要保守 你千万不要客气 电子股表态给你看 它不是其他类股的一个表态 所以你看一下这档全台 它不仅具有电子股的 一个基本面的优势 它还有生计这一方面的题材 全台本来做面板的 跨路医疗面板 所以上礼拜四 我说这档股票 电子生计双题材 5月营收经历度的新高 年成长将近三成 我看到全台这样的一个形态 依我二十几年的操盘经验 我知道它要冲了 我既然知道上礼拜四的全台 要开始冲了 要不要追 要不要追 我也跟你讲 上礼拜四我是用追的 我就追在23 告诉委员市价买 要冲出去的一档股票 第一个发动时间买点 不管任何一个价位 卡位绝对是对的 所以我也不会跟你吹嘘 我买在最低点了 我如果要呼隆观众欺骗我的会员 我就告诉你 我最低点二十一块半附近 有没有 我直接在那边画个圈圈 买这边 我写个字买 买最低点 这样我在电视上的表现 会比较漂亮 但是七老师的面皮没那么高 会员也在看我节目 也在跟我对时对价 对 我就买在二十三附近 这时间价位上礼拜 是就跟你对过了 我就买在二十三附近 不怕你去比较 对 一位分析师 除了要在电上解盘 给全国观众 最正确的咨询之外 另外一个 就是要对得起自己会员 我 有没有在跟会员玩真的 还是我每天都在跟你颠三倒四 然后看读说故事 你认为我是哪一种 真实的抠讯秀给你看 我上礼拜四全台就是买在二十三 当天买完之后当然会亮灯 对 以我二十几年的一个操盘经验 要冲了嘛 当然要追要重压 他有没有冲给你看 礼拜四如果你不追在二十三附近 礼拜五你没有低点了 礼拜五一跳空就大涨9.2% 哪有低点让你买 礼拜四的高点 已经变成礼拜五的低点了 他没有低点让你上车了 你再看一下今天全台 有没有大涨半根以上 那礼拜四 是不是一个漂亮的一个 形态突破的发动点 像是选的股票你放心好了 不是基欧股 我不会带会很重压 你大胆跟我买 买在一个整理的末端 你看之前他整理好赚吗 真的不好赚 洗盘洗一洗 很容易就被洗出去 但上个礼拜是一突破一发动了 你跟我买在二十三 我不是要赚当天这一小段 我是要赚大波段的 礼拜五 有没有大涨9.2% 今天礼拜 有没有大涨5.2% 行情就在电子股带领之下 欲小不欲 伸出你一个双手 需要健老师帮忙的地方 不要客气 赶快跟上来 续一样再回到节目的一个现场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极客获得二十年操盘经验的 精心著作 蔡老师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轻装版 简单易懂又实用 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最佳利器 艺术在手 受用无穷 蔡老师入会专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陈陆的故蔡老师 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持有二十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 积极拜访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补局 透析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景动物主义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待尽保证待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小 灵活攻守 是能追求财户路上的良师益友 蔡老师入会开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聚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 估计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在犯 聚检及聚策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末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连动人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MOSFI的概念股票 吉利今天形态突破 你看一下它的基本面 五月营收纪念度的新高 年成长率高达32% 所以你看到 现在的一个基本面 有你想象中那么糟糕吗 整个疫情的一个发展方向 目前你所知道的是 确诊人数不断地攀升 但是一个重点 死亡人数不断地一个下降 所以不要自己下自己 不要自己下自己 懂我的意思吗 疫情的一个利空 对盘面来讲已经顿化了 你不需要在意 你现在要选的是 目前什么个股 它的基本面 没有因为疫情的意空而下跌 所以这次的行情 就在资金的一个浪潮之下 是一个大长多 美中日同步实施 无限的QE 包括欧盟也是如此 全球股市走的是一个大长多 是一个大长多 疫情对经济的一个冲击 已经越来越顿化了 你自己看一下两则数据 经理了一个指数双升 这是台湾的 6月制造业采购经验的指数 回升到47.2 非制造业呢 谈生到无视 经验度的新高 所以呢 基本面有恶化吗 经济有衰退吗 不仅台湾是往上的 美国那一边也是一样 美国6月份的非农就业 暴增480万人 就业人口暴增哦 如果真的疫情对经济层面 影响非常大 应该是失业人口暴增 但是没有 是就业人口暴增480万 所以不要担心 不要担心外国的确诊人数 不断的攀升 对我来讲 那是一个假议题 真正的是选股的方向 杰利的基本面 没有因为疫情而衰退吗 5月营收经济率新高 年成长32% 形态一突破 又出现天亮了 要不要买 要不要买 钱老师在分析一党股票 有基本面 有技术面 还有量价结构 面面俱大的一个关盘之下 今天现买现供涨定 杰利来对时对价一下 9点23分 杰利 现在这个讯息面 有没有基表面的分析 成长32% 有没有技术层面的分析 形态突破 价位127附近买 而且我是将 康控这档股票卖掉 资因转买 杰利9点23分 23分的杰利股价几块钱 125.5 挂127一定买到 所以会人都买在125.5或126 找盘一个讯息 买杰利 买完之后 亮灯 买在这个位置 这边都在126 没有错吧 9点23分 发完扣讯之后 它是不是都在126 对 买完之后 亮灯 收盘132 现买现赚 所以你所看到的一个现象是 今天除了杰利买完之后 工涨停之外 我是将会人的这档持股 康控卖掉 卖掉资金去买杰利 康控大概在成本附近 小赚一点点卖的 我上个礼拜三这个位置买的 那今天卖掉 卖掉 我如果康控没有卖 今天一样小赚一点点在成本附近 没有赚更多 但是 你的一套资金该怎么运用 是不是应该集中在最强势的个股身上 我给你股票不多 三档 可以做股票 三支有够你贪 是不是可以做股票 每天都给你 不一样的三支 你一周十几支要怎么照顾 这样是一个持股投资组合 三档给你 不管你用多少资金来跟我合作 三档有够你赚了 当股票不动了 怎么办 换股 所以今天就是把康控换掉 对 在成本附近 换掉 你看图说故事就知道 康控没有赔吧 换 如果不换 今天收盘好像没什么大涨 但是换到杰力 有没有多赚 有没有赚更多 现在是对待会员 尽心尽力 所以今天一个杰力 这么漂亮的基本面 这么漂亮的技术 技术形态 这么好的一个量价结构 就要天亮表态 量仙价型概念 它当然还有高点 今天不买什么时候买 今天就是一个形态突破的发动买点 买在126 全部都126 买完之后亮灯132 是不是一档状元再换一档 没有错吧 就从上个礼拜四的这一档联牙 我买了302 买完之后盘中亮灯 我礼拜五322卖 两个交易日赚20块钱落袋 你如果有人立买十张 20万轻松的落袋 联牙卖掉之后收盘是310 这个卖点当然是对的 今天联牙最高还有325让你卖 但如果你不卖又去追 收盘310.5 是不是 所以联牙是上礼拜五 卖在322附近 OK吧 没落实吧 那重点是联牙 我上礼拜五卖出资金 买哪一档 买建策 整理末端 293买 当中价格在292 转买建策之后 上礼拜五的建策亮灯308 大概可以赚半根以上 对 从293到308 一张15块钱 那今天建策盘中回档 我做什么动作 10点20分的建策 趁它回档 在300附近可以再买 20分的股价在300 你去对价 逢低再度的承接建策在300 接完之后缩盘309 今天有没有先买先赚 行情真的很好做 所以你看到 从上礼拜三到今天为止 我每一趟的出手 几乎是百发百中 顺势而为 你可以达到一个 事半功倍的效果 懂吗 所以整一个操盘的节奏性 再来回顾一下 当时候滑擒呢 我这两趟赚了三成吗 卖在148吗 那华秦卖掉资金还记得吗 我是转建策嘛 这边大概也三成嘛 所以一套资金 做这两笔单就六成哦 那265卖掉的建策 当时候258接回286卖 286卖掉的建策呢 这边286卖掉嘛 那我这边资金呢 转卖联雅嘛 那联雅卖掉之后呢 上礼拜五呢 又把建策做结尾动作 是不是 这就是我的一个超盘节奏性啊 一套资金 都是同一套资金哦 我也有没有将他们的一个部位 发挥到极大的一个绩效出来 你自己去评断啊 所以另外一档 MOSV的干领股票叫大中 今天一样形态突破 天亮表态嘛 基本面成长29%嘛 买在97 这时间交易你去对 当时在96.8 买完之后大涨8.4% Bingo Bingo 所以呢 这行情欲小不易 每天都有赚钱的机会 包括上礼拜三 我们买进了这一档 赚超过一个股本的机油股 叫神盾 对 上礼拜三 它的位置 在196啊 那今天神盾呢 也有没有往上定高 来到203.5 每一档个股 钱老师所选的基本面 一定有成长性 不是机油股 我是不会带会买的 你放心好了 行情既然那么亮丽 你需要钱老师帮你 帮你创造绩效的 希望今天的电话 你尽量给它拨通 从银厅开始 我们一起来 对时对价 本投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杀YouTube 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一击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分析师精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刻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 精心著作 蔡老师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轻装板 简单易懂又实用 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最佳利器 一输在手 受用无穷 蔡老师入会专线 零八零零八六八三六五 零八零零八六八三六五 陈陆陆库蔡老师 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空有二十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 积极拜访公司 透视基本面 代理会员领先补局 透析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景动植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带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几小 灵活攻守 胜能追求 财富路上的良虚异